轻白色混搭黑白灰 剛才我們說歐式 我想做一些復古的感覺 我用了一隻胡同木色的這隻櫃 當然是拆機也有的 再配上我們這個同色系的窗簾 所以這三個怎麼看下去 整個面子就很和諧 對 沉穩一點 這是一個沒有專門去做背景長潤色 但是又成為一個很... 它會很乾淨 而且我覺得挺好的 就是這裏又是黑白的搭配 沒錯 就是那種黑白是融入了這家屋的 很多細節的地方 精裝房換東西很容易會翻車 當然我們作為一個設計者 我們要聆聽 學會聆聽業主的需求 而不是說 事面上不行 做不到 我們就放棄 我們想想辦法 就是聽完還要懂得做 做完還要不做錯 做錯還要捨得回頭上班 所以真的是一個很寶貴的經驗 但是這家屋我們真的覺得... 比網紅的感覺還要網紅 哈哈 很贊 很贊 班區生活知道多些 Francis告訴你 這家屋 這家屋我進來就覺得很興奮的 這家屋 因為業主當時我們都在這邊見過面 聊過一下 當晚都交流了很多 業主綜合搜羅了很多很經典的案例 經過跟Francis一輪的碰撞 交流之下 這家屋就出來了 是的 名字太長 我實在記不到 你們的觀眾朋友說說 我概括就是 聽白色 混搭 黑白灰 哈哈哈哈 現場 因為我感覺到很不同 但怎樣都不同 我不懂怎樣說出來 所以我們逐筆來看 逐筆來說 先從顏色上面 已經看到我們 黑白對比強烈 那就... 黑白 黑白 因為很少有用到這隻黑色 撞回這個... 純白色 純白色 真的是純黑來的 是的 撞純白色 所以這種這樣撞 其實它出來的效果 觀眾朋友可以看看 我覺得是很帥仔 而且有舒適的 它不是只追求好個性 它有舒適這一刻才重要 它上面有一點紋理 如果缺了這些紋理 可能就沒有金 有質感 質感 因為它黑得來 又很骯髒 烏紋 哈哈哈哈 烏紋 撞得來 又有一點黑 所以我覺得這個配搭 我覺得會很行的 這個配搭 問你是不是你特意考慮的呢 都留了這個木紋出來的 當然也很感謝業主支持我這個做法 也很感謝業主給我這個大膽嘗試 然後它最終是沒有回到車的 這個很重要 好重 沒有回到車 是很怕的 但是很漂亮 這個是一個驚喜來的 這個是一個驚喜來的 然後這個位置 然後走出來 這裡有這些木框線 這種就是輕法式行 大的範疇我們可以講它的勾式 簡易的勾式 我們以前勾式就很習慣做這些線條 這些是真的很容易翻車的 為什麼呢 可能會做得太粗 可能會做得太密 那個分格不好看 我們要研究這個比例 這個要用幾幅的線 就是研究它的粗細 對 要用什麼線條 然後它的比例 對 才能夠出現 包括我們上下的比例 這裡是對等的 這裡是對等的 這裡也是對等的 哦 餵餡類這麼多東西的 對 我們看到這條黑白的線條 但是它下面還有花線 嗯 對 而且你下面的這隻黑 還有上面的這一種 我可能不是很好吃 我覺得是比較老土的 古典 或者這麼說 也很害怕的 對 但是你配搭了下面這隻黑 之後 我覺得整面長得是另外一種感覺 對 對 剛好就是我們做線條要分區 這個是餐廳邊的區域 這個是餐廳和客廳之間的交界 這個位置 過渡的位置 過渡這個和電視 又是配搭的兩邊線條對稱 對應我們電視櫃 這裡又是一個同等高度 OK 這隻櫃 又很少可以用在這個位置 而且很搶眼 對 剛才我們說歐式 我想做一些復古的感覺 我用了一隻胡同木式的這隻櫃 當然賊機也有 再配上我們這個同色系的窗簾 所以這三個怎麼看上去 整個面子就很和諧 對 沉穩一點 對 有複應 然後黑色轉過來之後 看到那條毛毛蟲 黑色的線條 即是這幅畫也是把整體的感覺提升 對 這個整片像白色 我們可以做一點工夫在上面 OK明白 然後這張複黑版的 複黑版的雲朵 雲朵 對 OK 因為以前我問一個問題 因為我拍片的經驗 這張梳化一般都會做成一單跳式角色 但是這裡沒有 是 為什麼 我們想統一整個視角 剛才我們進來拍片之前 還沒開燈的 是 那個時間是黑白對比很強烈 但是你又覺得挺浪漫的 整個色地很溫和 再配上我們現在這個春山 我減得有少少細節 這個春山隱隱約約 有少少線條在那裡 是 是的 但那些不是骯髒 不是骯髒 打進來的光線 這個鏈很柔和 這個鏈質感也不錯 是的 所以就出來 不是每次都要跳色的 是的 所以專業就是專業的 我呢 就每次都跳 是的 地毯也有些黑白格子的 是的 因為我們知道 劉華僑經常有棵打線的 是的 它有直身的 腳線而已 腳線都是黑色的 我們也選擇黑色方塊的地毯 它又可以親身 然後這裡還有一道魚 嗯 Mango 關了門之後 就會形成了一個動靜分區 而且又是黑白 所以我覺得真的用得很漂亮 特別在這個角度一看 這個是一個沒有專門去做背景 長潤色 但是又成為一個很 它會很乾淨 很乾淨 是很乾淨 視覺上面很純粹 OK 明白 那這隻壺形呢 它的廚房 嗯 這面櫃呢 我知道你都花了很多心思 是的 那你跟觀眾朋友介紹一下 好 原理呢 就是這裡是一道 廚房門 這裡就是會是 牆壁來的 擋著原理的冰箱位 嗯 我們就想冰箱外移 移到了這個位置 它又可以兼顧到我們餐桌的位置 餐桌 我們有卡座 上面有擠東西 下面都有擠東西的 下面 其實有卡座是硬很多的 那種感覺 是 很多功能的 這個 包括雷到這張桌 哦 就是 多個朋友 多箱快 之餘 可以加長那張桌 是的 除了我們 座位 冰箱 轉過來之後 裡面還有一點點功夫 原來這裡是廚房門位 我們做了一個櫃 雙向的 那邊就是 雪櫃 這邊就是 有個拉板 哦 譬如說 焗爐 包括 是的 添氣 我們的微波爐 可以 存物 那這裡是圓底 就沒什麼動作了 圓底 抽 龍頭 淨水龍頭 有個小細節就是這裡 我們這裡剛好是轉彎位 這個就可以做一個活動的層板 這個就可以收下來 你覺得牙頂的時候收下來 如果有電器要用的時候 臨時回到你用電器 而且我覺得挺好的 就是這裡又是黑白的搭配 沒錯 那種黑白是融入了這間屋的 很多細節的地方 所以令到這條黑白的波打線 都沒有那麼波打 哈哈哈哈 包括我們黑白雙生 對 這個也是配搭好的 所以 真的 慢慢 調味一下 整個屋子 你看看這邊 現場 全部都是我們的這種線條 而且配搭位置 配搭得好 所以我今天就有學到東西了 是的 還有我們剛才說了圓的梳化 剛才說了圓的梳化 圓的燈 哦 它其實是呼應的 是 圓的燈 圓的燈 做了又是黑白 呼應 是的 哇 行行行行 糊塗木色 連搭你的窗簾 所以這種搭配 應該是比較少見風格的一種參考 是的 那我們就做出來了 大家又可以作為一種參考 當然非常感謝這個業主 這麼好的建議 沒錯 我們有這個機會可以去欣賞一下這間屋 這間房間就沒有太多東西了 客房沒有做 其他處理就做窗簾 然後換地板 換腳線 哦 地板換了 對了 換腳線 換了房門 為什麼沒有做櫃的 業主暫時空置的 兩個房間都是 留更多的可能性 沒錯 好 接著 廁所門也換了 然後這個也是訂造的 都是配合這個顏色 哦 要配合 接著純白色的龍頭 純白色的桌子 近乎黑色的鏡櫃 其實換這些是不複雜的 是不是 但是換完之後 又令你整體提升的感覺好很多 其實 在整裝房換東西 很容易會翻車 而且很容易會有很多手尾 為什麼 因為你要拆東西 很容易會弄壞牆 或者弄壞地板 弄壞其他東西 哦 那個 換這個東西可能是一個功夫 修補又是另一個功夫 所以其實複雜的 這件事 不是複雜的 不是說拆了它換了 OK 我膚淺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進來這間房間 這間房間 我覺得這隻胡桃式的 這種鏡子真的很帥 很舒服 它夾不夾地下 是啊 它夾地下 哈哈哈哈 但是這裡我覺得很奇怪 一般我看到都是落地的 為什麼它 留著做書桌的 我留著做書桌的 這間房間除了廚房之外 其實這些格局基本沒有改變 對 格局沒有改變 OK 主人房也都是這邊換了桌面 對 然後換了鏡櫃 然後最美的景 其實是在廁所 哈哈 演藥壺 我們去房間看看 這個主人房後面 又是有我們這個 輕法式的 也是有花線 有花線 然後我們就開原來的位置 剛好就是 有這個比例 被開了插座 OK 那這裡我想問 為什麼這裡不像外面一樣 又做一個黑色的分離 因為這個床頭 它佔了大部分的面積 哦 重點就是在床頭 和這個畫 這個構圖 哦 其實不是外面的 所以這裡就不用做這個處理 有一個巧妙之處 這個上面 有一個黑色的方法 是 這個方法 其實是總掣 哈哈 我們倆床頭兩邊也有插掣 是嗎 插掣是不是方法 那邊插掣也是方法 剛好就是三點 整個三角形 哦 是這樣的 所以又是有些黑白的 有少許曉筆在 OK 明白 那這邊基本上是圓養 加一個衣櫃 我們燈都黑白的 嗯 所以其實這間屋 我們覺得改動的地方 其實不算很大 在一些很細微的位置 嗯 我覺得應該是改造很主要的東西 我們華僑城的地板 珠江式的 門又是珠江式的 很紅 很沉的 但是我們換了這些 我們就覺得是換了一種氛圍 OK 起碼你走進來 跟隔壁聯社不一樣 不一樣 就是這件事 然後外面你加上這扇門 你冷氣都省很多 當然 是 而且黑白的配襯 我覺得是很帥 可以將生活的動態和靜態 圓圓溫開 是 OK 然後走出來這個廳的時候 真的設計感很強烈 這裡設計感很強烈 其實你跟業主溝通的過程中 有這件事 當時我們訪問下邊的黑色 是業主要求的 還是怎樣出來的 業主當然有一個主導 他很想用一點黑色 對比強烈一點 我的意思就是 怎樣將黑色用得比較巧妙 因為其實黑色很忌妒 即是很難用得好 很難用得好 是的 很鮮的顏色 和黑色都很難用的 OK 特別是一些在長體上 有這麼大面積的黑色 是的 我就想將它 鞋櫃開始 到這個展示櫃 這樣一條線條過來 即是先讓你看一點黑線 是的 接著就開始了 再環繞一周之後 再回到這個毛毛蟲那裡 是的 它是一個環繞的 比較低位一點的 OK 接著來到我們餐桌這邊 又是一個 大黑色的 顏色的呼應 是的 所以它才可以融入到這個空間 這幾個介紹 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其實你會感受到 Francis 他很能夠明白 業主想要什麼 接著又可以給他那種感覺 因為這件事我覺得 就是我們找設計師想要的事情 當然了 我們作為一個設計者 我們要聆聽 學會聆聽業主的需求 而不是說 事面上不行 做不到 我們就放棄 我們想想計 就是聽完還要懂得做 做完還要不做錯 哈哈哈 做錯還要寫得 回頭上班 是的 所以真的是一個很寶貴的經驗 但是這間屋我們真的覺得 比網紅的感覺還要網紅 哈哈哈 很讚 接下來我們也有好幾個業主 有些特色比較明顯的單位 馬上要出來 從顏色 到傢俬的搭配 到一些格局實用性的改造 我們很期待Francis 可以展示更多的magic的裝修 是吧 這些情況給我們看的 今期就跟大家分享到這裏 接著我們會用這間屋的漂亮的照片 跟大家做完這期的結束 也希望你喜歡這條影片 或者覺得這種設計風格 是比較符合你的 一個想法的話 這麼大膽的創新 這個帥仔都做得到 可以把你的想法大膽的擲上來 我們很期待實現更多 這種大膽的想法的一個屋 OK 跟我們聯繫下方評論區 下期節目再見 拜拜 親自採訪 灣區生活多一點 看樓找容易 在這段時間 很多香港的朋友回來內地看樓 有參加各種看樓團 亦有自己回來內地樓盤看樓 在这里Mango推出了一个定制化的看楼路线服务 希望可以帮你 定制化是根据你想要看的楼盘 我们和你提前商量好 规划好去哪里看 而且过程中还可以安排你中的美食 一家人或者带来几个朋友来这边 可以很针对性地去看一些楼盘 看周边附近的情况 而且我们的事业顾问会为你介绍清楚周边的发展规划 现成的一个情况和介绍这边有哪些人群会买 适不适合你 因为买楼来说不同的价钱都有非常多不同的选择 那究竟哪个才是适合你呢 是不是纯投资或者纯自住 或者是买公寓 还是买住宅 还是先租还是后买等等的这些情况 我们会根据每个人不同的情况给你不同的建议 还有全程毫无压力 大家好像朋友那样 轻轻松松 在一天或者两天的时间里面 将你想要考察的楼盘 我们一起去看清楚 所以在这里诚意呼吁大家 参加我们的看楼团 呢 谢谢大家